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游祥婷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北市府去年起执行封城扫图专案 创下地方政府首例 成立跨局处弃毒专责单位 在查获人犯 案件及毒品重量都创下五年新高 新北市三重区最大的西梅里 里长补选由业人得出现 他除了感谢乡亲肯定 也表示未来将落实竞选政见 全力为西梅里打拼 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南路29号 就是俗称的29街 由于欠缺管理环境脏乱 三重商工出动70位师生 协助区公所进行环境总清扫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后 强力宣示反毒决心 去年起开始封城扫毒专案 创下地方政府首例 成立跨局处弃毒专责单位 执行一条边的防治作为 在炒获人犯 案件及毒品重量上 都创下五年来新高 警方攻坚破门 强力扫荡吸毒烘趴 人赃巨货 嫌犯百口莫辩 台北市政府执行封城扫毒专案 成效显著 共查获413公斤毒品 市价高达51亿 创下五年来新高 虽然警方大有斩获 但也凸显吸毒问题严重 加上毒贩现在会用 吉隆咖啡 跳跳糖等 无害包装来掩饰 不但增加茶气难度 也容易诱使青少年吸食 最近半年来查获最多的 就是喵喵 咬头丸 伊利棉 还有玉眼 这四种新形态的药物 现在是属成俱乐部药物 面对毒品犯罪猖獗 吸毒人口年轻化趋势 北市府率先成立毒品查气中心 整合教育局 警察局 卫生局和社会局系统 从反毒宣导 个案通报 借制改善到辅导重返社会 目的就是要提供一条边的防毒支援 让民众彻底远离毒品的危害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台北市干道自行车路网初步完成 为了鼓励民众多加使用 交通局与台湾城市单车联盟合作 发起单车通勤日请你喝咖啡活动 每周五上午7点30分开始发放 只要骑车经过指定地点 就能享用免费的咖啡和点心 秋高气爽最适合骑单车通勤 如果有人沿途送上热咖啡和小点心 更让人活力满满一整天 这是台北市交通局和台湾城市单车联盟 合作发起的单车通勤日请你喝咖啡活动 希望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绿色韵具上下班 台北慢慢有这个环境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自行车道陆续完成 骑程当中可能要休息一下 可能要喝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就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也是说来鼓励大家多多来骑脚踏车 只要每个星期五早上7点30分起 骑单车经过松江民生 松江南京 新生和平 南京复兴 信义复兴 市府松收入等六个地点 就能享用免费咖啡和点心 早上我们上班 与其跟人家开车 骑摩托车塞车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说 在自行车道上面 轻松的骑脚踏车 然后悠闲的去拿一杯咖啡喝 再去上班 我们希望营造的是这个 这样的生活形态 随着三横三纵自行车网路陆续完工 U-Bike租借占密度也不断提升 北市府期待透过民间团体的号召力 吸引更多人加入自行车通勤的行列 共同创造永续移居的绿色城市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为了减缓老化 营造健康城市 新北市政府推出动健康风潮 并结合医疗与科技 设计一套新北动健康APP 目前新版本已经上架 欢迎民众免费下载 随时随地监控自己的健康状况 手机也能变成守护健康的管理师 不但方便也相当实用 新北市卫生局 原本推出的动健康APP软体再升级 内含生理检测及运动管理功能 民众只要下载安装 并输入基本资料后 就能随时监控自己的健康状况 那现在目前整个APP 主要分为几个大的系统 第一个就是它的生理理学检查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些量测 像比如说血压或者是血糖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都可以定期的上传到透过一个蓝牙传输的功能 可以把这样子的资料往上传 就是第一个它的生理理学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运动的部分 运动的部分就是透过 像目前现在的iPhone的一个iOS的系统 它可以其实你拿着手机 你在走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 其实它都可以自动帮你传输到这个APP里面 另外一个强大功能就是饮食管理部分 针对使用者的现况 自动分析个人饮食热量摄取上线 借此提醒使用者 吃得越多就要动得越多 那饮食的状况的话 我们看一下我今天 因为我今天还没有记录 星期一的记录饮食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会自己去记录 我的吃的状况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又吃了一颗芭乐 然后它多好卡路里 这个部分都可以做输入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年纪越长 就要越注意衰弱症及肥胖症 新北洞健康APP 结合医疗科技 与产业建制云端管理系统 鼓励市民随时随地做运动 并注意营养均衡 希望能达到反转衰弱 减缓失能的目标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三重区最大的西梅里 这次里长补选竞争相当激烈 最后由业仁德脱颖而出 15号在区公所举行就职典礼 包括亲友团及多位里长都到场祝贺 他除了感谢乡亲的肯定 也表示未来将秉持爱乡爱徒的理念 落实竞选政见 从三重区长刘莱通手中接获当选证书 西梅里新任里长叶仁德相当开心 西梅里人口数超过8000 是三重区第一大里 这次里长补选 由叶仁德高票当选 15号在区公所举行就职典礼 包括亲友团及多位里长都到场祝贺 西梅里是我们三重区最大的里 人口数超过8000人 那这次由我们叶仁德脱颖而出 担任新的里长 那当然人口最多 表示事情最多 责任最重 所以我们仁德当选了西梅里的新任里长之后 他是任重道远 这个责任重大 那当然里内乡亲的这些事物 都是我们里长要跟公所一起来共同 努力合作的 所以我们公所会全力的来协助里长 一起来做好市民的服务工作 在西梅里土生土长的叶仁德 其实很早就有为民服务的心 虽然曾多次参选失败 但他还是坚持到底 这次终于获得乡亲肯定 他除了感谢外 也表示未来将秉持爱乡爱徒的理念 落实选举政见 全力为西梅里打拼 非常感谢我们西梅里的乡亲 这一次对我的肯定 我也将秉持的全力以赴的那种心态 为我们西梅里 为我出生的 土生土长的这块土地 来奉献来付出 希望我们公所方面 还有其他我们乡亲 在这段时间 能够尽量的协助我 来为我们西梅里 打造更好的环境 有更好的福利 山崇区长刘来通强调 里长是提升市政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相信业里长加入市政团队后 一定能为西梅里 开创更美好的愿景 凯博大台北市卫新闻 努伦宏采访报导 台北市社会局 第二十届金钻奖 表扬优秀志工系列报导 要介绍内湖区 护正司务所的志工团 成立25年的志工团队 只要民众来到这里 当职的志工 一定会立刻上前热心询问 并递上号码等候牌 小而美的团队 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 让民众前来洽工时 都留下极佳的影响 一句亲切的问候 外加一抹阳光般的微笑 这就是内湖区 护正事务所的志工服务团队 独有的标志 当时我们会成立 其实主要一个用意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提升 我们护正事务所的服务品质 那借由这个志工的力量 他们可以更加的提供 民众更好的服务 很多民众的回馈 是我们最好的回忆 也是最好的鼓励 所以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来 为社会服务 不同于其他的护正事务所 内湖区的护正事务所志工服务团队 除了一些简单的迎兵服务 维持环境整洁工作之外 志工团也提供好康的加持服务 造福了许多带着小朋友前来的民众 有时候他们带着小宝宝来 宝宝情绪不好的时候 最好的安护 安护人去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 让妈妈放心的去办事 除了这个传统的 刚刚提到的这些事务以外 现在我们还会进一步去发展 这个护正小志工 那我们的志工爸爸妈妈 也都会担任他们的辅导员 透过服务他儿的过程 除了感受到民众的喜悦之外 这些志工爸爸妈妈妈们 也会积极地参与 护正事务所内举办的一些活动 增进彼此的感情 我们在这边办结婚登记 他们最开心的 看他们这些新人 好开心的 跟着心情也跟着 跟着非常的愉悦 我们除了要继续发展 我们这个护正小志工 这个很受欢迎的活动以外 我们之后还会带着 这个志工爸爸妈妈 出去外面做一些社区型的服务 虽然内湖区护正事务所的志工 服务团队规模不比其他机关来得庞大 但是这些热心助人的志工爸爸妈妈们 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可以透过服务他人的过程 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黄俊杰 钟佳麟采访报导 广告回来 这里就靠你单元 要带您到台北市内湖区石坛里 里长廖伟国上任后 在四级重画区公园设置了纯木凉亭 更规划儿童油气设施 希望成为当地居民休闲的厚守宅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转换两把转换 永远的线造 永远的线造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书会新闻 新北市三重区正义南路29号 也就是俗称的29街 由于这栋大楼落实民众聚集 加上欠缺管理 导致环境脏乱不堪 日前在区公所的安排下 三重商工出动70位师生 进行内部环境总清扫 让许多住户都相当感谢 感谢这么高兴 感谢苦工作 一位阿嬷满怀感激 感谢学生和区公所帮忙打扫 三重区正义南路29号 也就是俗称的29街 由于这栋大楼落实民众聚集 加上欠缺管理 导致环境脏乱不堪 日前在区公所的安排下 三重商工出动70位师生 大家戴着口罩 拿着手电筒摸黑打扫 气氛相当温馨 蛮荒凉的 可能就是被大家遗忘了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生活数值落差 是感觉是差蛮大的 我们只有想来打扫一下 就是帮忙一下帮忙一下 29街可以说是 三重区公所的烫手山鱼 不但环境脏乱 隔间也暗藏危机 虽然区公所已拆除部分的木板隔间 但后续还有污水排放等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协助改善社区环境 三重商工私生不畏艰难 热心工艺的服务精神 让三重区长刘来通相当感谢 这一次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就是我们三重商工 尤其我们林校长 他非常的支持 也鼓励他的学生能够投入社区的公益服务 所以透过公所跟三重商工的合作 那我们请学生师生来到29街 来帮内部再来做一次环境的总清掃 相信在区公所大力整顿 及学生的热心协助下 29街的居住环境 很快就能获得改善 让住在这里的弱势民众 也能享有都市化的生活品质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为了帮辛苦的圆景 疏解工作压力 新北市警察志工协进会 特别在卢州分局 举办首届的歌唱比赛 吸引40多位分局同仁 及警察志工报名参加 会中除了有专业评审讲评 也请来歌手贾子惠 担任演唱嘉宾 气氛相当欢乐 圆景自弹自唱 在舞台上大展歌艺 精彩的表现 让人刮目相看 为了帮辛苦的圆景 疏解工作压力 新北市警察志工协进会 特别在卢州分局 举办首届的歌唱比赛 吸引40多位分局同仁 及警察志工报名参加 我们的王文哲分局长 他说他想让我们的警察 有不一样的感觉 不只是会办案 他们同时也很有才华 也有一个舞台 同时也跟我们的志工 可以大家联系感情 我们今天办这个 胜利军歌唱比赛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希望有新的同仁 还有新的志工成员 能够加入我们 卢州分局的犯罪宣导团队 那今天办这个歌唱比赛 也提倡我们同仁的 正常的休闲活动 那我们觉得今天的 那个演唱会的过程 非常的成功 我们也感谢各界的帮忙 比赛分为早场的出赛 及下午的决赛 每位参赛者都拿出看家本领 一首首乐额的歌曲 回荡在礼堂大厅 不仅台下同仁鼓掌叫好 就连评审也听得津津有味 全年有线电视也出动摄影团队录影 积极协办这次活动 希望能为大家留下最美的回忆 全年有线电视啦 当然我们身为地方媒体 不但是这个协助我们这个卢州分局 然后呢能够说协助这个反诈骗啦 协助这个交通安全啊 反酒驾啊 当然啦 我觉得我们也非常乐意 非常高兴这次能参与这次的歌唱比赛 让我们的卢州分局的 还有这些志工大队啊 大家都能有这个机会一盏歌喉 会中还请来歌手甲子慧 担任演唱嘉宾 动人的歌声和精湛的技巧 成为参赞者最佳的学习典范 而市政夫人黄桂兰也硬邀上台演唱 温暖的歌声深深打动人心 比赛结果出炉 共评选出五位优秀的同仁 由黄桂兰一一颁奖表扬 由于这次歌唱比赛相当成功 黄桂兰表示明年将会扩大办理 让更多警察同仁 有一展才艺的舞台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路红采访报导 今天的这里就靠你单元 要带您到台北市内湖区石坛里 里长廖伟国商人后 除了积极争取内湖五旗重画区建设 对四旗重画区也十分注重 在公园内设置纯木凉亭 还设置儿童油气设施 希望能够成为当地居民休闲的合作宅 一眼望去绿草如荫 阳光从树重间傻下 傻是美丽 走在林间小路上 让人心旷神疑 这里是内湖区石坛里 也是内湖四旗重画区的所在地 与旁边的独栋住宅相辉映 仿佛置身国外建筑环境 在四旗重画之后 就变成那个上下万公园 然后我上来之后 在一百零零三年嘛 一百零三年的时候上来上任之后 就开始积极在推动里内的公园 那个美化 还有那个体建设施 还有儿童游戏区 原本这片绿地没有任何设施 石坛里长廖伟国一上任 就积极争取建设 除了设置纯木凉亭之外 也特别规划儿童荡秋千 每到下午附近居民就会带着孩子 前来游玩 人多食孩的排队才能玩得到 里面祝福里面都小朋友 现在是少子化 而且小朋友讲男性点 现在都一块心头肉 也是一个宝 所以说小孩子目前 据我所知的话 小孩子目前都在家里比较多 都受尽那个父母亲的保护 完全没有那个户外运动的运动设施 所以说我就上任的时候 就积极来推动这个体现设施方面 现在设好的时候 大家都拍队 你就假日的时候还是下午的时候 下午下午 真好啦很好看 还有这边凉亭 都有很多人在这边坐 乐立章表示 除了荡秋千 体势能设施也吸引许多居民来运动 未来也将再设置更多款运动设施 让公园真正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更是当地居民油气的喉善宅 开播大台北输入新闻 曹德华采访报道 台北市士林区天河里 长青关怀站成立满九周年 日前举行庆祝活动 这个由里长装服来一手催生的据点 不只单纯提供老人家共餐服务 还会安排各项课程 像是医学讲座 韵律舞 带动唱等活动 由于课程安排丰富 空间又宽敞 因此报名人数逐年增加 跟着老师节拍 双手敲打非洲鼓 长辈们不仅训练手眼协调能力 更展现不输年轻人的热情与活力 自信全写在脸上 这是士林区天河里 长青关怀站成立九周年庆祝活动 老人家各个盛装出席 分享喜悦 随着据点换到现在的活动中心 空间宽敞不说 还设有电梯 方便长辈进出 也难怪学员人数逼近白人 这个场地比我以前办公室还大 有外挂电梯 我整齐外挂电梯做好了以后 长辈一直不断的报名 长青关怀站在市 现在照顾长辈 我从来都不说老人 照顾长辈 将来人家照顾我们 长青关怀站除了共餐活动之外 还安排医生到场 讲解医疗保健知识 聘请专业老师带领长辈跳运绿操 让老人家来这里不是只有吃饭聊天 而是可以学习新知 认识朋友 活得越健康 活得越年轻 海波大台北说话新闻 投降亭采访报道 台北市社会局第二十届金钻奖表扬优秀志工系列报导 要介绍天使新家族志工团 他们不定期举办小型讲座感恩音乐会 让家长在参与这些活动时 除了不用担心自己的小孩 更可以完全享受活动带来的放松时光 他们也将关怀服务的理念带进校园 让更多人意识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一群穿着粉红色背心的年轻志工们 穿梭在人群中 有的发送传单 有的协助民众 大家忙活得不亦乐乎 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 带着黄色背章的资深志工们 协助这些小志工们的事务分配 他们是一群来自天使新家族志工团队的伙伴 牺牲与奉献自己的时间 来为这些爱习儿家庭多出一份心力 其实我觉得最基本就是 你要跟爱心要跟耐心 因为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融入 这样子的一个志工行列 天使新家族志工团除了每个月 会例行举办讲座之外 已经开始跟许多大专院校合作 让学生们可以透过在天使新做志工的时候 除了完成学校需要的实习分数之外 更能体验到当志工时所带来的新感受 我们有跟大专院校做一个 服务志愿服务的合作 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服务的实数 那当然来到这边服务的学生 也透过这样子的服务开始认识这个族群 也透过服务的过程 他们喜欢上天使新 进而成为我们的正式志工 因为我觉得就是社会上其实有一些很多弱势团体 然后他们的家庭带他们的小孩都很辛苦 但其实社会上对这些重视的程度 还是我觉得有一点没有达到他们的需求 除了跟大专院校合作之外 透过每年336的活动 天使新家族志工团也开始在校内推广社会关怀服务的理念 那除了跟大专院校的合作之外 像我们每一年的336的活动 我们也会有做一些校园的推广 像我们从我们就有爱心大使 然后到各个国小去做一些宣导 让从国小的小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社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虽然担当志工很辛苦 但是他们不辞辛劳 并且透过经验的分享 将关怀的天使新服务的理念一直传承下去 让更多的人受惠 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开播大台北数位新闻 黄俊杰 钟佳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北市前巴黎区长古元玉书法造诣深厚 目前正与多元艺术家李珍 在三重社交馆举办书画连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20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品味他们不凡的艺术风范 行云流水的草书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深刻感受创作者的自意奔放 而坚忍不拔的高山原博 则让人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 书法造诣深厚的前巴黎区长古元玉 目前正与多元艺术家李珍 在三重社交馆举办书画连展 古元玉这次特别展出多幅草书创作 希望与大家分享书法艺术之美 这次展出是给三重社交馆举办书 艺术家李珍 这次除了展出高山原博画作外 也展出多幅心灵疗愈创作 由于李珍之前在美国优胜美帝 被朋友丢包 尝尽人生的孤独与无助 回台后借由艺术创作 来抚平内心的伤痛 因此每幅画作都抑郁深远 在美国好像没有手没有脚 那我那种感觉就好像 我完全能够体会到就是那种原博 原博就是说他为了那个适应环境 他必须去绝去自己 其实这一次的受伤是真的还蛮大的 那整个画作其实对我有一个疗愈的效果 这场难得的书画连展 展集从即日起至11月20号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前往欣赏 细细品味他们不凡的艺术风范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卢伦宏采访报导 根据内政部统计 今年台湾女性平均初婚年纪已经超过30岁 医师提醒 女性如果超过34岁 受孕几率就会下降 需要安胎的比例也会提高 42岁的知名主播萧桐文日前发表新书 叙述当初怀第二胎时 在医院没下床 足足躺了113天的历程 要和所有怀孕的女性朋友分享人生经验 新书发表会现场 知名主播萧桐文的爸妈忽然出现 给爱女一个大惊喜 不过让她最有感触的 还是这个被她昵称为小西瓜的宝贝儿子 在40岁那一年萧桐文原本开心的 再度迎接新生命 但在宝宝才17周大时 却得紧急住院安胎 而且一躺就是113天 一般来说羊毛穿刺大家最怕的是感染 但其实我并不是感染的问题 我可能是因为子宫比较敏感 所以这样的一个穿刺 还是会造成我子宫受到比较多的刺激 所以造成子宫收缩 早期收缩 我的收缩很频繁 但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婚姻及住院期间 总共打了200多针 两只手臂殴7 整整80天没有剪脚指甲 近五个月没洗澡 生活起居都需要他人协助 一度让独立习惯的肖童文难以释怀 上小号可能还好 上大号真的是有点 这个难堪的经验 不只是难堪 而且是我觉得是生理上 你没有办法克服 就是大家回去试一下 躺着用力 用力然后对 旁边还有不认识的人 而且旁边有不认识的人 而且有男的有女的 那时候他们给我一天 吃十几颗的软便药 要让我排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令人惊吓的住院跟坐月子 总共153天 看到现在小西瓜跟姐姐 美宝相亲相爱 一切辛苦都值得 如今肖童文有子万世族 也相当享受目前的生活 表示暂时没有回到主播台的计划 要多陪伴可爱的宝贝们成长 记者古彩勇 气象局表示 受到东北风南下影响 北部地区白天高温略为下降 大约24 25度 而低温约21 22度左右 早晚仍然偏凉 必须注意气温的变化 至于降雨方面 由于水区劣增 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震雨发生的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初会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